民间故事 介绍 大家好 这里是风牛爱世界 明轩的年间 太行山下有个柳檐村 村子里只住着几十户人家 因为地处偏僻 人们生活艰苦 很少有外人来此 这天 村子里搬来一家三口人 男人叫孙武 和妻子孙氏 带着二十岁的儿子孙盛来到村里住下 村民们见他们穿着打扮富贵 好奇他们为什么来到这穷乡僻壤 有人还特地跑去打听 孙大哥 我见你们穿着讲究 你们是府城来的吧 我只是个小油商 经常带着家人奔波 我们这穷地方 也没啥生意可做啊 我来这不是做生意的 我家儿子身体不好 我见此处山清水秀 带他来此静养的 孙家在此住了两个月 和村民们都混熟了 孙武提着礼物去了村长家 村长看到包装精美的礼物 忙把孙武请进了屋子 孙老弟 你来就行了 怎么还带礼物 村长 我是有事相求啊 孙老弟 有啥事直说 我能帮的肯定帮 村长自打孙家搬来此处 没少收孙家的礼物 对孙武是格外热情 村长 我那儿子你也见过 现在都年过二十了 因为身体原因一直没娶亲 我想托村长给做媒 打听个身体健康的姑娘 孙武直接说明来意 这村长不知道怎么说 那孙武他也见过 瘦弱不堪 仿佛风一吹就倒了 哪个姑娘愿意嫁过去守寡啊 村长 我家愿意出三十两的彩礼 是成了再给村长十两银子的谢礼 孙武见村长面露难色 忙说出自己的杀手锏 听到三十两银子彩礼 还有十两银子的谢礼 村长连连道 自己会帮忙好好打听下 他们这平时娶媳妇给几两银子彩礼 都算多的 村长很快打听到一家人 家里只有祖孙三人 祖母柳氏年迈有病 大孙女柳叶为了给祖母治病 去了大户人家做丫头 小孙女柳娥在家照顾祖母 可是家里根本没有银钱一直吃药 柳娥愿意嫁过来 只求他们帮她照顾下祖母 孙家承诺 之后每月老人买药的钱他们出 柳娥高兴地嫁进了孙家 孙家上下对柳娥都很好 吃的穿的用的 都是柳娥没见过的 还经常让她给祖母带好吃的 柳娥的祖母见词 逢人就夸孙家好 还说自己孙女是个有福气 孙盛婚后身体竟然慢慢好了 柳娥欣喜之余 发现自己的身体竟然日渐消瘦 孙家给请了郎中 郎中看过后知道 这是气血不足 导致身体虚弱 多不补 慢慢养着吧 孙家买了各种补贫补药 柳娥没少吃 却还是越来越瘦 慢慢地连床也起不来了 没多久人就去世了 柳娥的祖母来参加葬礼 孙氏忙哭着迎上来 是我们对不起您 没照顾好柳娥这好孩子 让她年纪轻轻就这样走了 柳娥的祖母见孙氏红肿的眼睛 又看到跪在棺旁呆呆的孙胜 责怪的话怎么也说不出来 边落泪边道 是我家柳娥没福气 你和孙胜不要太难过了 也要注意身体 柳娥下葬没多久 孙武来向村长告辞 村长 自从柳娥去世后 我家孩子一直沉浸在丧妻之痛中 我怕她身子熬不住 准备带着她和她娘去外地 换个地方 也换个心情 你帮我多照顾下柳娥的祖母 我家一些东西也搬不走了 你帮我把房子卖了 东西你看有用得着的 你拿去用好了 村长见孙武心意已决 也不再劝 好 那房子我给你问问有人要不 孙武一家没多久就搬走了 家里的家具 除了孙武睡的那张新婚床拆了搬走外 其他大件的家具都送人了 孙武一家去了离村子两百里外的喜来镇 镇上南来北往 热闹非凡 孙武在这开了一家绸缎庄 生意红火 孙盛的身体在几年后又开始虚弱起来 孙氏这几年一直想给孙盛娶妻 孙盛一直不愿意 这次孙氏瞒着儿子 直到成亲那天 孙盛才知道 娘 我不要娶妻了 我已经娶过三次亲了 你不娶妻 是想看着娘死吗 娘 你能不能不要逼我 孙盛痛苦的低吼 娘求你了 圣儿 新娘子马上进门了 孙氏一下跪在孙盛的面前 孙盛见此只能出门迎亲 新娘子姓钱 叫钱兴儿 他爹是个毒鬼 为了孙家五十两的彩礼银子 把他嫁给孙盛这个大他十来岁的男人 洞房叶 揭开盖头 钱兴儿见孙盛长得嘶嘶吻吻 不禁心里安安高兴 孙盛看着眼前美丽的新娘子 却丢下一句 你晚上打地铺 不要睡床 钱兴儿原本高兴的心情 瞬间如坠冰枯 相公师父喜欢我吗 孙盛看着妻子那快要掉落的眼泪 不知道怎么回答 只是扔下一床被子 自顾自地上床睡觉了 第二天 孙氏夫妻看到柳兴儿肿胀的双眼 不由问道 孩子 你这是怎么了 钱兴儿一开始不愿意说 被孙氏问得急了 委屈又羞愤地把昨晚被孙盛赶去地上睡的事 说了出来 好孩子 你先回屋子 我和孙盛谈谈 谢谢娘 钱兴儿先回了自己屋子 孙氏见钱兴儿出去了 盲棺上门对着自己孙盛道 你昨晚怎么让他睡地上 你这样做对得起爹娘的苦心吗 爹娘 这已经是第四个了 那是活生生的人 孙盛面露痛苦 话里却透露出惊人的秘密 孙氏忙上前捂住孙盛的嘴 你是真的要逼娘去死吗 孙盛看着自己的娘 最终妥协了 晚上 钱兴儿见孙盛不再赶他去地上睡 心里安安欣喜 却没看见孙盛满脸的无奈 钱兴儿很快铺好了床 相公 我们休息吧 你以后会后悔的 相公 我不会后悔 嫁给你 我生是你家人 死也是你家鬼了 孙盛见此 也不再多说 两人婚后 孙盛的身体慢慢好了 而钱兴儿身体却像柳娥一样越来瘦弱 请了郎中也和以前一样的说法 气却不足 需要多痒痒 钱兴儿慢慢地无力下床了 明明自己以前身体很好 好日子才开始 自己却要离去了 躺在床上感觉口渴难耐 好不容爬起来 却见屋里没水了 扶着门出去找水 却见自己婆婆门关着 屋里却传来孙盛的声音 钱兴儿慢慢靠近 傅耳倾听 爹娘 我们收手吧 兴儿他快不行了 你子 我和你娘还不都是为了你 孙武拍了下桌子 有些气愤 爹 已经好几条人命了 我不想再活在愧疚里 听到这里 钱兴儿又怕又怒 什么几条人命了 难道自己生病是他们害的 想到这儿 钱兴儿不敢再听下去 扶着墙 慢慢出了孙家 要死他也不要死在孙家这样可怕的地方 来到街上 钱兴儿一阵晕眩 再也支持不住 划坐在地上 这位姑娘 你大难临头了 大师 求你救我 救救我 一到时路过看到 坐在地上的孙兴儿 说出的话让孙兴儿大惊 盲球就到 你被人戒了兽 大县快到了 再不破解 恐难过三日 大师 求你救救我 怎么破解 我是为自己夫家所害 竟然有人用此邪术 你带我去你家 我去破了它 道士塞给钱兴儿一颗药丸 钱兴儿瞬间有了力气 盖着道士 又叫上镇里一些熟人 不顾孙家祖兰直接闯了进去 只见道士进了孙兴儿的房间 看了看屋里的摆设 指着新婚的大床道 这床头宽 床尾窄 简直是个棺材 床板上刻着你夫君的名字 你躺在上面 实则替那他挡了灾厄 难怪你身体日渐衰竭 钱兴儿一听大怒 忙让人帮忙翻开床板 只见上面写着孙圣的名字 钱兴儿去衙门报了案 先令很快查明事情真相 孙圣从小身体不好 郎中断言他活不过十岁 孙武曾经是个木匠 懂些验圣术 想出了借寿的恶毒法子 孙圣十岁时便娶了童养媳 童养媳很快被借寿死了 孙武怕人看出端倪 就不停搬家 每隔五年给孙圣娶一次亲 先后都死了三位新娘了 先令听的大怒 判了孙氏夫妻死刑 孙圣知情不报 还是受益人 背叛了十年牢狱 孙圣因为没人给党灾了 坐牢没几日便病死了 结语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没有人能逃得出因果循环 没有人能不为自己所犯下的罪过买账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精彩故事接着看 一年冬天发生了一件怪事 让这个小镇变得众所周知 小镇上有个富户叫洛文州 为人和善 很受镇上人们的敬重 在一个大雪纷飞地冬夜 家里突然失火 一家几口怜仆人一起烧死在了家里 他的妻子洛氏已怀胎十月 眼看就要生产了 也遭遇了不幸 洛氏被抬出来时 还有一口气 嘴里艰难地吐出一句 救 救 我的 孩 孩子 洛氏全身都严重烧伤 说完这句话 已经是出气多 进气少了 众人看得纷纷落泪 忙请了郎中 郎中看过后道 孕妇现在只有一口气吊着 老夫也回天乏术 要想保孩子 只能剖开腹部取出来 大家七嘴八舌地讨论着 觉得能保一个是一个 洛文州全家都遇难了 孩子若是活下来 也算有个根了 郎中正准备剖腹取子 一声大喝传来 我嫂子都快没了 你们还让她走不安宁 还要破坏她的躯体 你们安得什么心 镇民们看向发生处 一个身材魁梧 颧骨突出的汉子出现在众人面前 这人是洛文州的弟弟 叫洛文李 洛文州的父母早逝 洛文李因为喜欢去赌方赌钱 他兄长管教不听 成亲后就被分了出去 现在洛家就剩他一个了 洛二爷 你嫂子拼着最后一口气 也想救孩子 郎中这样做事救孩子 给你大哥留个后 对啊 你嫂子已经没救了 能保一个是一个 镇民们七嘴八舌地劝着洛文李 不准动我嫂子 你们太残忍了 他都这样了 你们还要他死无全尸 洛文李拦在郎中前面 郎中只得无奈离开 郎中离开后 洛文李让人把洛氏 抬回了自己家里 洛氏被抬回去没一会 便乱了气 洛文李正在给自己大哥的尸体装棺 文言便让人把洛氏也装了棺材 夜晚 众人正在灵堂忙碌时 洛氏的棺材里 突然传出一阵婴儿体哭 吓得众人一激灵 有胆大的过去揭开棺材盖 发现里面躺着一浑身血迹的婴儿 老是胆大的看到这画面 也被吓得大叫道 鬼啊 镇上听说洛氏棺材产子 都跑来观看 看着刚出生的孩子 心生感叹 这洛氏人都没了 还记挂着孩子 谁说不是啊 这棺材产子 听说过却第一次见的 这是连老族长也来了 洛文里 这是你大哥唯一的孩子 你以后好好养着 不等洛文里回答 他的妻子小洛氏跳出来 族长 官生子是不祥的象征 传闻他们一出现 会招来鬼怪 我家孩子小 我怕招来不干净的东西 老族长一听 十分不悦 我在问你家男人 你着急什么 洛文里 这是你洛家的血脉 你怎么说 这是我大哥唯一的骨血 当然由我来抚养长大 洛文里见自己妻子还要说什么 瞪了一眼 小洛氏再不敢吭声 孩子由洛文里抚养 洛文州的家产也暂时由他掌管 洛文里给孩子起名洛晨 洛晨出生几天后 镇上就发生了奇怪的事 每到半夜 镇上的鸡犬就像发疯了一般 叫个不停 怎么都拦不住 洛文里的儿子也突然生了重病 口吐白沫 有人就说 这是不祥的预兆 官生子定会给人们带来灾恶 传的人多了 镇上的人们难免会怕 小洛氏更是找到老族长 大哭大闹 这孩子才来我家 我家孩子就生病了 最近镇上还出现这么多怪事 要是不把那孩子送走 我就待在族长家不走了 老族长被小洛氏吵得头疼 加上镇上的人 也被最近的怪事吓着了 纷纷找上老族长 最后大家一致商量 把洛晨送去寺庙 让他接受寺庙洗礼 除去晦气 等他到了18岁再还俗回来继承家业 时间一晃而过 洛晨18岁了 告别收留他的老主持 回到了镇上 敲开洛文里家的大门 向仆人报上自己的名字 仆人带着他去见了小洛氏 小侄洛晨拜见沈阳 小洛氏看着眼前英俊高大的小伙 一点看不出来当初那瘦洛的样子 小陈啊 没想到你长这么大了 你二叔出去了 我让人先带你下去休息 等他回来再说 小洛氏见洛晨跟着下人下去休息了 盲吩咐人把洛文里叫了回来 老爷 洛晨回来了 你可有什么法子 回来就回来了 找啥急 洛文里坐下喝着茶 眼里看不出情绪 啥叫回来就回来了 他说回来是要和咱们抢银子的 这些银子可都是要留给我儿子的 小洛氏见洛文里一点不着急 不由瞪大眼睛 房子铺子在我们手里 人都换成我们的了 想怎么样还不是我们说了算 可是当初大哥家的财产镇上人都知道啊 还在组长那过了名路 这些你不用操心 一个官生子 人人都怕 谁还会帮他 洛文里笑得张狂 仆人来请洛晨去见洛文里 洛晨忐忑地跟在后面 这些年他在寺庙长大 一直渴望亲情 知道自己父母都不在了 有个二叔帮他管理家业 可是这二叔他却从来没见过 看着面前高大的男人 洛晨忍不住流泪 这是自己的亲人 二叔 晨儿啊 你都这么大了 回来就好 我让你沈娘给你做了好吃的 你会我们全家吃个团圆饭 洛文里脸上带着笑 仿佛一个疼爱小辈的亲切长者 一顿团圆饭吃得温馨 洛晨心里充满感激 这就是他要的家的感觉 第二天洛晨起床后 发现仆人们看到他 都是一副惊恐的模样 说话都站得远远的 仿佛他是什么有毒的东西 你们这是怎么了 发生了什么事吗 仆人听洛晨问起 支支吾吾说出昨晚发生的事 昨天半夜镇上的鸡狗疯狂地叫着 怎么都拦不住 这还是洛晨刚出生时发生过 洛晨去了寺庙就没再发生过 今早镇上一些人就病了 上吐下泄高烧不退 连老爷和少爷都病了 人们都在传誓洛晨带来的厄运 洛晨听后大受打击 他什么都没做 怎么是他带来的厄运 他在寺庙这些年 主持和师兄弟们都好好的 他们说寺庙里有菩萨镇守 邪罪才进不去 仆人小心翼翼地解释道 洛晨不再辩解 起身去看洛门里 到了门口却被仆人拦了下来 陈少爷 你请回吧 我想见见二叔 我在寺庙里有学医术 我帮他看看 仆人却拦着不让见 两人正在争吵时 小洛晨来了 辰儿 你回去吧 放过你二叔吧 洛晨说着眼面哭泣起来 沈娘 不是我 你信我一次 让我帮二叔看看 洛晨着急地解释道 他怎么会害自己的亲人 小洛晨根本不听他解释 让人把他带回房去 镇上越来越多的人生病了 人们惊慌失措 这是一个老道人来到镇上 一阵掐算后道 这一切都是官生子带来的 官生子逆天而生 这是神对你们的惩罚 他的存在就是你们的灾难 镇上的人们一听 纷纷到洛闻里家门口闹 要求交出洛晨 用他祭天 重病的洛闻里 在仆人的晚服下 颤颤巍巍来到大门口 乡亲们啊 洛晨是活生生的人 你们怎么能看着他死啊 洛二爷 你自己都快死了 还替他说话 你要替他死 我们没意见 可是我们不想自己的家人死 众人闹个不停 洛闻里忙让仆人关上大门 洛晨在屋里听见声音响出去 仆人却拦着不让 陈少爷 夫人让我们看着你 我们也没办法 老爷都快被你害死了 还在替你说话 洛晨听闻了外边的事 很是愧疚 可他出不去 晚上趁夫人打瞌睡时 偷偷翻窗户去了洛闻里的屋子 他想让二叔把他交出去 来到屋子跟前 听到里面传出小洛氏的笑声 和他二叔的声音 二叔病重 沈娘怎么笑得出来 侧耳倾听 只听小洛氏笑道 老爷 你这方法真是妙啊 有这道士的话 加上那些中毒生病的证明 这次他肯定死路一条了 只是你为啥不把那棺材子交出去 还要保他 你这无知夫人 我要是当时把人交出去 以后肯定会被人戳几两骨 我现在保他 明天他们来闹 再把他交出去 以后还能落个好名声 老爷说的有道理 我只是担心 这是拖久了对我们不利 把当初大伯哥被烧死的事再扯了出来 嘘 说你是无知夫人 还真是蠢 当初的事早已结案 是油灯翻倒引起的 你还提他做啥 人都死了 洛文里上前捂住小洛氏的嘴 洛晨听到这里 心下大惊 他二叔这样子根本不像有病 他刚才说的 莫非当年他父母身死也另有隐情 悄悄翻墙去了组长家里 组长家几口人都生了重病 把麦后发现是中毒了 拿出随身的银针 给组长一家逼出毒素后 洛晨跪在组长面前 请组长为我父母做主 老组长听洛晨把在他二叔家听到的 以及自己的猜测全部讲完后 大怒道 这洛文里真不是个东西 竟然包藏祸心 让人去带了其他生病的镇民过来 发现都是中毒 忙让人去报了官 官府来人后 捉拿了洛文里夫妻和那个道士 一顿板子后 小洛晨何道士就招了供 贫道士为洛文里请来的 只是出来说了几句话 其他一概不知 倒是忙把自己知道的交代了出来 小洛晨挨了几十板子 疼得嗷嗷叫 大人 洛文州全家的死都是洛文里放的货 镇上人生病也是他下的毒 小妇人实在拦不住啊 洛文里见事情败露 只好交代了全部 当初他好赌 欠了一屁股的债 找了他大哥 他大哥却道 他自己的事情 自己去解决 他半夜去洛文州家里偷东西 被洛文州发现 拉扯间洛文州摔倒地上 跌了过去 他看到油灯 就点了火 还把几个仆人的门 从外边用棍子别上了 一场大火烧没了所有证据 官府查不到凶手 只能用失火结案了 洛文州一直吊着一口气 他怕事情败露 声称洛文州死了 把洛文州装了棺材 没想到洛文州拼死在棺材里产下了孩子 怕孩子继承家业 他设计下毒造谣说孩子不想 把洛文州送去寺庙 18年后怕洛文州抢家产 他又故技重施 还给镇民的水缸里下毒 又买通了郎中 还找人河道士传谣 想害死洛文州 先令听得气愤不已 洛文里 你残害自己手足 害死几条人命 给镇民下毒 逼迫陷害侄子 罪大恶极 本官判你死刑 洛文里听闻死刑 贪作在地 小洛士和道士 分别被判了八年和五年 洛文州的财产 也返还给了洛晨 洛晨经此事 以看淡人生 把财物全部捐出 回死里继续修行去了 结雨 天网恢恢 疏而不漏 雨可漏网之衣食 不可漏网之中身 人在做 天在看 善恶到头终有报 做人一定要懂得收敛自己 不能胡作非为 不能肆无忌惮 一旦走错了道 做错了事 就再也回不了头了 好了 本集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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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回头终会